中介服務 還有APP 你知道如果 一開始就要做到非常好 其實是很困難的 但如果沒有開始 一定不會做好 所以我們打算往這條艱難的路 前進 然後從基礎開始做 那現在有一點點成果了 套一句就是 我很喜歡一句話叫做 逃跑的話只能得到一樣 前進的話可以得到兩樣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中介應用層 跟新的APP 上一次我們在G0V 增100位 測試人員 然後 表單開下去 結果就 增到1000位測試人員了 對那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那現在這1000位測試人員呢 都是人工寫信 就是我要慢慢一封一封信 寫信過去 有嘗試使用那個程式寄信 但是Google會擋 所以就是 批字少量的慢慢寄一些測試信 到這1000位的測試人手上 然後逐步的發放 安卓版本的測試 APP 以及IOS版本的測試APP 我們目前分為幾個階段 就是使用測試的帳號進行測試 然後下一個階段會在 本站使用本站的帳號 就是PTT的主站 將資料匯入站台 測試的站台進行測試 那我們第三階段呢 將會在正式站 以及正式站的APP上面進行測試 對那每一個階段 都會收集一段時間的建議回饋 可能會有三個月到六個月的時間 對那這一段是 這一段是 這一段是一段就是艱辛的過程 當我們逐步走向 就是一個穩定的版本 我們期待社群會有一個新的APP 會有一個新的不同的功能跟面貌 那這樣子的社群呢 可以看到我們前一陣子 重新綁定了那個就是聯絡帳號之後 現在在PTT上面的使用者 大致上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相信真人帳號比殭屍帳號還要更多 那感謝社群貢獻者一路以來 陪伴著我們那個進行這樣子的開發與測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